這是彰化仙 原來親美她的包姐 透過老人公餐服務 拿到的便當 單一打開 你敢吃的嗎 我敢吃 我要不要 炒苦瓜 豆倫炒白蘿蔔 小黃瓜 兩塊雞塊 布拉雞炒蛋 底下鋪滿白飯 莫非雞塊就是主菜嗎 定價120元 政府補助40元 民眾還得自付80元 要看 還沒煮菜 煮菜只有兩塊雞塊 那是小孩還要吃 如果是大人吃的長輩 他們豆腐都不敢吃這個 老人公餐的便當 彷彿主菜消失 飄出一股空虛感 反觀一般便當店的菜色 120元可以吃得很澎湃 魚雞雙主菜加上五種配菜 也能替換成魚豬雙拼 雞豬 海陸雙拼等組合 如果我賣70塊我也會被套轟 網上追才發現彰化縣衛生局 委託給一間長照養護中心 協助老人公餐 而這個環節出問題 在打菜的過程可能有人願 疏忽 所以少放了一樣主食 那我們也在下午的時候 進行了補救 對 那我們又補了一個主食 過去給長輩 不捨姐姐吃了一頓空虛 追出原因 才知道公餐單位搞了大烏龍 還好只是個案而非常態 三立訊 徐書衛 政務報導